学佛人一定要明白 烦恼是一辈子的事 一个烦恼结束了 另一个烦恼又来了 所以菩萨说 烦恼也是夜暴轮回 既然一生有烦不完的事 就一定要用剥弱智慧 去解决它 少看少烦恼 少听少烦恼 少想少烦恼 人生短暂 唯有珍惜当下 因为人的思维 有太多的贪欲 贪欲会控制你的心 所以只要心一烦 恼怒就来了 所以叫烦恼 师父要培养你们 积福积德 多为别人想 不消福就会少业障 就没烦恼 烦恼会随着业障的减少而消失 经常学会想 经常学会想 我够了 我有了 我饱了 感恩你 人就不会贪 也不会争 不贪不争 成磁行 烦恼轮回 谁找不上 积福积德 智如刚 谁不贪心 谁最强 烦恼是你的心态造成的 学会平衡 学会平衡自己的心态 得到时 想到 我够了 失去时 想到 我过去 已经有过 现在 很满足了 一种理念 常想到 得到的会失去 不要争 一种思维 常想到 烦恼是一种幻觉 最后空空如也 要常感到知足 别人拥有的东西 并不是 你一定需要的 你拥有的东西 别人 也不一定有 学佛中药 是有相 无相 为空相 今天有 明天没有 今天得到 明天失去 到最后 一场空 所以 翻所有相 皆数虚妄 师父让你们 一辈子 不要去跟别人争斗 想平安 要学会谦让 回避 回避和化解 别人有 恭喜他 自己有 分给他 人的一生 辛苦赚钱 但最后 带不走一分钱 人的一生 人的一生 不顾身体 拼命赚钱 最后 钱可以把 你的命带走 普度众生 了凡尘 知足常乐 慈悲根 没有嫉妒 没有恨 平安吉祥 过一生 我 请不吝点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